了解美國總統大學歷史的人 常常會懂得一個名稱叫做十月驚奇 今年的十月驚奇是什麼 可能不是伊朗暗殺川普 而是美國東部的碼頭工會準備大罷工 這個國際碼頭工會的工人協會 叫做ILA 總共涉及36座港口 4.5萬名的成員 如果他們從10月1號開始大罷工 將會影響六成的運輸的成本 那通貨膨脹就回來了 在這個情況裡頭 這就叫十月驚奇 通貨膨脹回來 賀錦麗的連任之路 就會更加的困難 這是1977年50年來美國 第一次很可能變成 10月1號的大罷工 他會重創選情 而美國東岸的港口关門 西岸是消耗不了 因為它是36座港口 不是三座 所以西岸是消耗不了 它供應院就會大亂 而罷工若引發通膨的話 一般認為賀錦麗將葬送 他的總統寶座 這裡是美國東岸最繁忙的貿易港之一 但這條商業命脈 很快就要陷入停擺 他不是危言耸親 因為ILA代表4萬5千名美國東岸港口的碼頭工人 如果所有人罷工 北從波士頓 紐約 難道墨西哥灣的休士頓等36座港口貨物運輸全部停滯 美國港口貿易額超過2兆美元 一旦東岸港口大罷工 代表6成以上的運輸量喊咖 專家說 只要碼頭罷工一天 積累的貨物量需要4到6千消化 對美國經濟造成的衝擊相當大 光是紐約和紐澤西州港口 一年的汽車和機械零件等貿易吞吐量的價值 就高達2千4百億美元 每年出口金額將近240億美元的肉類和蛋類產品 更是禁不得久放 將面臨腐壞氣質的成本損失 經濟學家預估 東岸港口罷工每持續一周 就會讓美國GDP損失45億到75億美元 專家還說 這次罷工對經濟的衝擊 跟新冠疫情期間的港口貨物堆積程度完全不同 太我所自受agus無源 他們會支付金的人 都根據 Pingments DU翻記了 對ream支付金額 貸運檔 所採訊的フ estatus 他們出口 analys 市容卸Cola 零件较複頂 和工作室 小店 非常合佳 口雅 電池 發 東岸港口官員警告 罷工時間若脫長 運輸停擺 會導致倉儲成本大幅提升 並要客戶 盡快在9月30號 談判期限之前 把還在港口的貨物 趕快取走 投資銀行預估 等罷工開始 貨物被迫轉移到美西港口 亞洲到美西的運費 將會從目前的 每40尺貨櫃 1400美元價格飆升 甚至突破疫情期間的 22600美元天價 一旦業者無法承擔 就會暫停進口 供給不足 物價勢必上漲 本來就質疑拜登政府 控制通膨能力的選民 到時候會怪罪給誰 答案很明顯 這也難怪有專家預告 東岸港口的罷工 很可能會成為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 十月驚奇 擔任川普白宮幕僚長的莫瓦尼說 港口罷工若陳真 等於是讓川普撿到槍 可以炮火猛烈地 掃射民主黨對手 但問題是拜登自取是工會之有 雖然美國零售業商會要求他出手干預罷工 但拜登拒絕引用 勞資關係法賦予的總統權力 啟動80天的冷靜期來延緩罷工 拜登政府的兩難事 阻止罷工會得罪勞工團體 做事罷工則會讓川普見縫插針 分析認為 在選情如此膠著的狀況下 拜登最後還是得介入 不讓賀錦麗入主白宮的道路上 有任何絆腳石 我認識拜登政府 真的要保持手 我們有一個選舉 總統主席上的票票 拜登是工作人員 所以我認為他們會 想要讓這個結束 東岸碼頭工人合約 將在9月30日到期 已經六年沒挑釁的牢方 要求加薪77% 也要阻止資方 引進更多自動化設備 以保障未來的工作權 據了解 目前雙方談判卡在加薪幅度 去年成功調解西岸港口 勞資糾紛的台藝代理勞工部長 蘇維斯 已經和東岸港口的勞資 雙方接洽 只要談判雙方要求 就會立刻介入協調 但如果工會鐵了心 要趁著大選前 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一口氣調高薪資到夢幻目標 拜登政府也只好施壓資方協調 很難說會不會引發其他的經濟漩渦 但現在只能且戰且走 區域